我是真发现了,发明这种东西的人真的是太聪明了,把钢丝球变成了抹布 用过的朋友你们就说一说,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吧 严格意义上说,这抹布只是长得越来越像钢丝球 但并非像我们平常使用的钢丝球 但是对比下来,普通的抹布还有很大的优点 沙场里没有那么强,而且不容易长屋纳垢 这也不用担心吃到小钢丝了 像我们平常使用的不粘锅 使用这种抹布既不伤涂成,又能快速清除上面的油脂和菜质 而且还方便清洗和打理 也就是说方便不方便嘛 碳是一刀网格布,但却比普通的抹布好用太多了 关键是这价格确实也很便宜 一次又买了一包,一包里面有石片 用完丢了也不可惜,确实是精力又实惠 平时用来刷个碗刷个锅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用完之后拿起链巾稍微清洗一下,感觉用上新的一样 像这种普通的抹布,吸水性确实好 但是用完之后都感觉特别的油腻 给你移着还特别容易吃生细菌,发生臭味 这样对比下来,这种小鸽的网布那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是我们家不沾锅的锅盖 用这种小抹布来清理锅盖的话 完全不会担心会留下划痕 不沾锅里面对了一锅鱼,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了 但是清理效果确实不错,实话实说,值得推荐 这一包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买的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款小抹布 自己买来用的效果也不错 所以说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我点个赞 谢谢路过车,所有的朋友们,下期我们再见 谢谢路过车,所有的朋友们,下期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路过车,所有的朋友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